武王问太公曰 引兵深入诸侯之地 与敌人临水相聚 敌富而重 我贫而寡 与水姬之则不能浅 欲久其日则粮事少 无居赤鲁之地 四旁无翼又无草木 三军无所掠取 牛马无所除木 未知奈何 太公曰 三军无备 牛马无实 士族无粮 如此者 所便诈敌而及去之 设伏兵于后 武王曰 敌不可得而诈 无士族迷惑 敌人越我前后 无三军败而走 未知奈何 太公曰 囚徒之道 金玉为主 必因敌史 金威为宝 武王曰 敌人之我伏兵 大军不肯计 别将分队以鱼与水 无三军大恐 未知奈何 太公曰 如此者 分为冲尘 辩兵所处 须其必出 发我伏兵 及击其后 强弩两旁 射其左右 车即分为鸟云之尘 被其前后 在三军集战 敌人见我战合 其大军必寄水而来 发我伏兵 及击其后 车即冲其左右 敌人虽重 其将可走 凡用兵之大药 当敌临战 必至冲尘 辩兵所处 然后以车其分为鸟云之尘 此用兵之其也 所谓鸟云者 鸟散 而云河 变化无穷者也 武王曰 善灾 双引号